好了,等到啦! 星期一終於輪到小肥、翠碧家、J.A.R.I. 菜熱和礦水蝦來撐頭跳一步年宵攤檔啦! 大家第一時間就這樣選擇 選個合心水的遠望牌,簽個美名先 從來都未走過年宵的Anita 大爆自己做過雪糕春卷妹 沒走過年宵,但我做過年宵 因為我從五年的時候 我家人又做了一個食物的攤位 我那時候負責做這個炸雪糕春卷 第一年在香港行年宵的小肥 覺得香港的年宵如何? 果然人多,地大,很多東西選擇 很開心! Anita新年喜歡吃什麼呢? 我家都是有傳統會做蘿蔔糕 但今年我想試多些新的食物 可能會做其他,芋頭糕 或者是南瓜糕 嘗試做其他 小肥呢? 我自己來說也是很喜歡吃蘿蔔糕 煎香它 年糕方面會加一些蛋去煎 你們會不會呢?不知道 我既然看到Anita很特別 會做其他糕 我今年也打算做生日蛋糕來賀年 一說到楊蓮有什麼願望 他就幫其他人說 還搭主持十分之鬼馬 歌手就做多一首歌 拍戲就拍戲 希望還有一些新的突破 還有些什麼? 還有什麼?Anita 今年的願望都是希望自己 可以有更進步的空間 然後工作會越來越多 忙到每天都不用睡覺最好 明天星期二會有林傑銘和胡偉康 來維園撐頭條日報的年宵攤檔 記得是65號,不要走保 JR,小肥,崔璧家,蔡阿傑 抗水克星期一來到維園撐頭條 逼爆攤檔 李星王JR平時有沒有行年宵? 每一年都會跟家人 不是行維園那麼大的年宵 但可能行一下美夫那邊 我之前試過唯一一次行維園的年宵 不見到錢包 所以我對於這個地方很害怕 在廣州長大的抗水克 新年通常成什麼呢? 通常都是在廣州 媽媽都會做蘿蔔糕、年糕 講到新年願望 蔡杰爭爭地說 我要行大運 我要加工 我要拍戲 我要做女神 很多 蔡杰這麼多願望 不用怕了 我們頭條的願望 就可以幫你達成這麼多願望 想不想捕捉林健明和胡偉匡呢? 明天星期二就會有他們來參 頭條一波的年宵攤檔 維園65號見